《孙策》 年仅17岁 后来孙策将其父亲得到的传国玉玺交给元树 换得一千兵马 孙策以这区区一千兵马平定将东六郡 关渡之战之时 孙策准备乘机袭击许都进取中原 可惜还没有进军许都 就被刺客刺杀 年仅26岁 有人说 假如孙策原有被刺杀 就没有刘备什么事了 最终能够和曹操争夺天下的只能是孙策 但是孙策是否被高估了呢 他是真的能立不下曹操 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复呢 孙策对手太弱 对于孙策 如何以一千兵马以短时间平定江东 在后出师表中 诸葛亮说道 刘备 王朗各举周俊 论亨言计 动引圣人 群已满腹 重难塞凶 金岁不战 明年不争 使孙策作大 岁定江东 此臣之未解二爷 后出师表意思就是说 孙策之所以能够吞并他们 是因为刘友 王朗不去蒸发孙策 一直按兵不动看着孙策越来越强大 最终吞并江东 其实孙策虽然只要到了一千兵马 实际上到达江东地区之时 兵力已经不止这个数了 比治丽阳 重五六千 三国治孙策为何到了丽阳 就突然多出五千大军呢 原来是周瑜已经提前为孙策招兵买马 等孙策以来 就率众投靠了 正因为如此 在刘魏兵败北深于曹操之下 而孙策已经平定江东六郡之时 曹操却之认为 刘魏使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英雄 直言未提孙策 事实 曹公从容为先祖曰 今天下英雄 为使君与操儿 本出之徒 不足数影 三国治曹操未必害怕孙策 从曹操的言论可以看出 他并没有把孙策放在眼里 有人说 曹操明明很忌惮孙策 在三国之中就有一句 江渡江 北习徐 中文接句 三国之笔者就这一段 分析一下曹操是否真的忌惮孙策 最能够证明曹操忌惮孙策的 无非是中文接句这四个字 但是 中文接句就一定包括曹操吗 再对比一下曹操面对关羽的态度 与威震华下 曹公义习许都也必奇睿 三国之显然曹操对关羽的忌惮程度 远远超过孙策 退一步说 即使中文接句包括曹操 曹操忌惮的 也并非孙策本身 当初曹操和袁绍在关渡对峙 孙策准备趁火打劫 进攻防备空虚的许多曹操集团之所以惧怕孙策 不过是惧怕孙策偷家而已 并非惧怕孙策本身 假如袭击许都的是刘备 曹操集团同样也会惧怕刘备 而且袭击许都并不能算多高明的计策 刘备也曾经有这个企图 十二月曹公北征乌丸 先祝说表袭许 表不能用 三国之孙策只是有勇无谋的一介五夫国家 就指出孙策有个致命的 性格缺陷 然策轻而无辈 虽有百万之众 无异于独行中原也 三国之对轻而无辈的理解 微软的说 是孙策对自己实力太过自信 乃至没有防备之心 实际上就是说 孙策这个人有勇无谋 只知道自是武力 最终果然不出国家所料 孙策还没来得及度将袭击许都 就已经被刺客杀死 其实 孙策即使没有被刺死 智记超群 用兵仿佛孙无的曹操也未必会惧怕他 这也侧面印证了后出师表的观点 孙策能够平定江东 纯属侥幸 不是孙策太强 而是对手太弱 而且 即使孙策真的是靠自己实力夺取的江东六郡 他的实力远远弱小于曹操 连一个小小江夏郡都拿不下 实力还不如荆州刘表 拿什么和曹操争夺天下 所以是 孙策是被严重高估的 即使他不死 也不过三国鼎地 做不到统一天下 参考文献 三国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